大家好,我是瑞姐,这里是北京圆明园 早年间在北京的公园、庙会、集市或者是大街小巷 有一种民间手工艺品,总是那么强烈的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 那就是吹唐仁 据传,吹唐仁祖师爷是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 传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今天在圆明园公园,就有幸遇到这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还目睹了吹唐仁的全过程 这位靠吹吃饭的手艺人,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? 我也要吹 你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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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吹 你说什么呢宝贝 这个小狗好不好 你看看 你看看 还有你的吹 妈妈抱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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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抱着 妈抱着 我抱着 好 好的 好 好好玩 真好 太神奇了 這個原料就是糖是吧 麥芽糖 慢慢的吃 這個不是所有糖動的 這是熱的是吧 這個涼了就定行了 必須是熱的 你看現在它就都已經涼了 可以吃吧 可以的可以的 對你這樣挺好 讓自己吹 自己吹自己吃起來放心 對 師傅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學這門手藝的 家傳的 家傳的 以前老人就會做是吧 我們那邊有一個唐人村 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唐人村啊 那一個村的人都會吃 在什麼地方 就在長州 在哪裡啊 長州 長州啊 有了這個什麼 這裡還有一份證書 被認定為 長州市第六批市集非物質文化遺產 吹唐人的傳承人 這是您嗎 哦 看來吹唐人不僅是老北京的一種行業 在其他地方也有傳承啊 就是說以前就是好多北京做這個的特別多 現在好多都不做的 哦 做的很少 氣源是哪裡啊 其實哪都有 它有好多呢 以前都像跑北京來發展 哦哦 傳過來的是 我們那邊也不少 山東那邊也有 哦 山東那邊也有 你在那兒待了多少年了呢 這是長年的北京 哦 主要是賣這個手藝啊 其實成本沒有多少 賣的是手藝 對賣的是手藝 這個手藝是比較珍貴的 一種文化是吧 是 繁城的 對對對 做這個手藝的好像少了 現在這個就好多都不做這個了 現在你看這個很少 很少了 很少了 對 平時你很少看到的 是的 一天能賣多少個 這也沒多 你看現在平時沒什麼人 周六日人多點 周六日人多點 平時能賣多少 平時啊 二三十個 嗯 二三十個一天也就掙幾百塊錢 是吧 十幾百塊錢 他是 八十年在那會兒 一般的那會兒 推湯仁的有是有 但是很少 他那會兒就在 去山州市政府去美國 參加這個活動 以前那個湯仁它這個樣子 比較少 對 就是十幾種 他那個就是說 他演變了 他演變了是一百 我剛才美國這個 迪尼斯那兒就 演了一百八十多場 也要演了一百八十多場 嗯 對說話這是八十年代 很早的 他那會兒 挺有名的 他那一塊兒挺有名的 哦 他上美國去表演了 嗯 他一個日本的徒弟 一個日本的 一個叫叫啥 我都忘了 就是在我們縣城住的 招待所 那會兒說 不是賓館 招待所 在這住的 然後帶上村裡去 每天都是學的去 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是 以前它這個東西 就是說 以前沒有吃的東西 就是說 拿這個去換乾糧去 比要飯稍微好一點 哦 拿這個去換乾糧 啊 以前就是這樣 你看 那帶子 生活 都是 比較匯法的那個年代 這就是比要飯稍微好一點 手藝人不吃香 那時候為什麼想起來 學這個手藝呢 他那邊就 學這個手藝 他那個這種氛圍都是那個 我沒說我們那邊那個村都是乾糧 他已經有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的歷史 嗯 就從清朝那時候開始 對 清末那時候 清末 清末 那會兒他就是靠這個維生 維生後來 這後來這個就是 你現在這個跟著上班了啥的 年輕的一般都不學了 出去不上學了找個班上 是吧 你這個養家 這個不養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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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這個國家 現在還可以了是吧 這個題上挺重視這個的 這個怎麼賣的 哪個 這個做好的20 也許正是因為這門民間藝術力薄 只能靠他吃飯 不能靠他發家 所以在民間有這樣一句邂逅語 吹唐仁的蓋大樓熬著吧 這也道出了昔日民間藝人生活的艱辛 吹唐仁作為一種傳統文化 應該保護好 傳承好 唐仁藝術和情感一樣 都是有記憶的 看到他 或許就能打開童年回憶的那扇門 吹唐仁是不是也給您留下了美好記憶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分享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是瑞姐 我們下期見 午餐 1 3 2 3 3 4 4